我们首先祈祷 祝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思想你的话语 求你在一刻安静我们心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明求 阿们 好了 我们就是讲关于生命纪 按我所知大家就有 你的手册应该有outline 我会讲一点 因为首先讲一本书是什么 接着我就跟你说我怎样去介绍这本书 很多东西都讲 每一个节目都讲不太合适 既然不是这样做 那又要怎样做呢 生命纪 生命纪 实在没有一本书叫生命纪 大家觉得很奇怪 是真的没有 一本书实在有一本书叫拖拉 我们就叫他摩西五经 犹太人就叫他拖拉 拖拉 实在生命纪 就是这个 拖拉里面的一部分 严格来说 就是一本书里面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有一本这样的书呢 因为以前是 抄的那些经和经是一卷一卷的 你想想 如果我们整本 摩西五经抄在一卷书里面 那一卷就很大 所以大到 懂读书的人就开不了 开得到的 持住的人就不懂字 所以最后就可以了 他就抄开五卷书 容易一些 那些书生营的 那些书都可以拿起来看 好了 那五卷书分开了之后 实在原本希伯来文的名字 就是那卷书前面的一部分 小小的那个字 所以创世纪 实在 它的名字叫做 这是希伯来文的名字 起初那个字是第一个字 所以那些人就说 这本是什么书 例如一个拉笔 叫他的书童 拿托书 书童问他 托书是哪一卷书呢 他说 他的书童就去 找开一点看 第一个字 写字 是那卷书 所以五经实在 那些名字 原本 一开看头的几个字 就是那本书的名字 就是这样 说过之后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有一本叫做新名记 是吧 那怎么办 今时今日 就已经是分开了 当它是五本书来看 严格来说是不应该的 不过anyway 这样看原来也OK的 你知道吗 随着 传统 除了犹太人 会写一本 文童 五经那么厚 他整世人就是读五经 接着就写 一本文童 五经 多数人就不会的 你叫黄福江写一本 五经的一章一节 一直写 那我整世人就是做五经 什么都不做到 所以很多人就不会的 写下 春埃及记 创世记 生命记 这样 我们就分开了生命记 可以这样读 不是一定不可以 那怎么读呢 大家 很重要 就是需要一本圣经 不是你的手机也可以 我也是用手机 很多人就把这一本书 或者这一部份 这一卷书 一定是对的 这一卷书 就分开了几部份 那几部份 是怎么分的呢 那几部份 实在是 跟 你看一章一节 一章一节 生命记 生命记 好吗 所以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这一节 现在所记得是 我世在云下 和公立汉满 所恶得云基 阿拉乃 就是 阿拉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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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世老 是 阿拉乃 阿终 以色列众人 所说的 好 你看 4章 44节 好了,我们一起读吧,原来这里有的 刚才说的就是他说的东西,现在又是他说的东西 你看第27章一节,不是第27章一节,是第29章一节 看这里也行,1,2,3 看到吗?每一次就是神和摩西说,摩西和人说 刚才也是这样,几次 最后那次实在,如果真的要这个字出现,就是33章一节 不过怎样也好,实在31章一节就开始了最后那一段 因为那一段就是摩西跟他们说,我现在就离开了 然后他就说了几段话语 所以多数人就把这本书分开了,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东西来分开 我们叫这些做文学的marker 即是说写的人在他心里可能是在想这本书 所以每一次就是摩西说什么什么 然后去到某个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摩西说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分开了 所以现在看你的outline,我也是跟了 不过不是跟了,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introduction 然后就讲第一次神和他们说话 实在那个就是说神的作为 好,接着第二次那个刚才我们说的开始就是耶和华的律法 那是第三 实在第四那个,就是事件那里说他们要做的东西 应该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excursus的东西拿出来 就跟他们说他们要做什么 所以在这里就将他变成第四 实在是可以跟第三 那最后那个结果 就是第31章一节开始 为什么呢?就是摩西最后讲完了 接着去到 最后那个就是第34章 就是摩西离世 对吧 有些人实在觉得摩西离世又再分一段出来 怎样也好 想给你看 有个idea 实在多数人就将它分开四部分 或者五部分 甚至六部分 看看那些细节你怎么分的 不过多数人都跟着刚才那摩西说什么 就做大那个marker 你怎样将它分开这本书 如果你看这个里面 最大的部分中间 就是说耶和华的律法 那些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个有很多 细分 你自己去看看 这本书有很多很多 就是讲关于 这个 神的华语 神要他们做的事是什么 那些东西 这本书就是讲这些东西 好 那现在我就开始解释一下这本书 那看法呢 这本书实在像什么呢 像什么呢 如果你说在圣经里面看 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 就可能 可能像这个亚国 临死的时候 跟他十二个儿子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那个祝福的 似的那些东西 即是 离别的证言的feel 或者是耶稣最后的余节说的话 他要离开了 或者如果我们拿一个现代的例子 就 毕业 是吧 毕业典礼 我们多数都叫一个讲华语 讲华语是诚勉下的人 我们神学院常常要诚勉下 才让那些学生出去 基本上 整本 生命记 就是摩西临走之前的诚勉 这本书跟之前的有点不同 就是这里 因为之前的那些是神跟他们说话 这个就是摩西跟他说神说什么 那一次 如果我们是年轻人就觉得 不要这么长气 那个feel 他真是很长气 讲了三十多章 他就是了 他老人家 120岁 很多东西讲 讲讲讲讲 然后 好了 还要讲多几句 然后他才上散 就是这样 整件事 是讲什么呢 这个问题就是 你想想 有时候我们都会讲 耶稣临死之前 去跟那些门徒讲的话 一定是多重要 他才会这样跟我们说 那我问你 摩西临走之前 又想讲什么呢 现在你就要看摩西自己觉得是怎样 这个是不是 整本书 学者也有这样看 看到是 从一个 一个时代 去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感觉 现在就是预备 那个新的时代的降临 再提醒一下那些人 在这里 摩西跟他们说 过去是怎样 将来是怎样 或者将来你要做什么 你才可以确定 神继续 带领地祝福你们 所以 这个就决定了 我这几晚 是怎样来 表现 今天怎样表现 你可以说 预备 未来 是吧 或者是一个转变之间 未来的一个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摩西会离开 未来的就是约书亚会带领他们 火处云处 就来没有了 曼娜 就来没有了 很多这些东西就来没有了 他们要预备 现在 未来的一个 这样的时代的出现 那么 摩西就要预备他们 怎样面对 这样的时代 在这里 他就跟他们说过去是怎样 将来应该做什么 所以 怎样预备这个未来 今晚刻 我就跟 大家说是关于人的 我们 我们跟人的关系 明天 就讲神的律法 想想来想去 十届 我知道大家可能听过十届 不知结束那么多次 好 又试听一次 看我说的有没有 你没想过 最后就讲关于神 有些跟神的关系 当然 如果你这样看 各样东西都是跟神有关系 对吗 这样是对的 但是分开了之后 就容易给我们 怎样去想那件事情 今天就讲 跟人有关系 我们的争扎 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明天十届就讲神的律法 中间那部分很大 有些人 写过一些书 和文章 说 十届是一个浓缩版 如果你认识十届 基本上其他的界命 可以浓缩进去 十届可以代表 最后当然就讲神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有想过 是否应该先讲神呢 这么说 没有 最后才讲神 为什么 最后你们想到那件事情 应该就是这本书 讲关于我们跟神的东西 最好了 好 我们开始 如果这样看 即使我不是根次序 我不是一章一章 或者一段一段 这么说 不是就 N那么多次 无限 再重复某些东西 如果你们真的有些东西想问关于这本书 那你可以什么时候 和王姊妹说 我们找些时间Q&A我都可以 就是这样 好 我们读一章六到八节 一章六到八节 一章六到八节 好了 不如 因为也有几段经文要读 不如我们姐妹读 Ladies first OK 你会说 我们的神在海的山 要愿我门处 你们在这山上 住的日子 救了 要起行转动 阿摩尼人的山地 和靠近这山地的国处 就像阿拉巴山地 高原 南地 沿海一带 加加南人的地 毕竟黎巴原山 又有了加巴拉迪大门 我将这地 摆在你们的前 你们要进去得赤地 就像是要我说 向你们的祖 阿拉罕 以撒 阿拉罕 你势 应去 赐吉他们 和他们后裔为之地 一开始是什么呢 一开始就是 最后的行程 现在要进去加南地 你想想这群人 等了四十年 原本几个月的事 可能一个多月都已经做到的事 怎料搞了四十年 上一代那些 就反而是 已经是 离世了 现在新一代人要预备 入去加南地 这里 第一件事我要问大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等候一件事 很久 现在来到 这本书 原来一开始 就讲一件事 怎么知道 这本书一开始 就讲一群人 很渴望有一件事 会来临 现在那件事最后 来临 原来 甚至一件事 你很渴望 等候了很久 来到那一刻 都要准备 都说了 接下来的三十多章 就是准备 他们面对一件 他们应该 都很想要的东西 对吧 但是原来都要准备 如果是今天 对我们来说 我相信 我相信没有谁等着入加南地 移民去以色列 没有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 如果你问我 我们也有我们的等候 今天 社会等候的声音很大声 别管那些 我们私人 我们私人的生命 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 我们有什么等候 结婚 上楼 等候 等候 弟弟 我知道有些人等候 弟弟 有些人甚至等候 退休 那些 这些就像 等候很久 尤其是退休 几十年 做到 死死下 最后 有得退休 大家知不知道 就算是这样 也要有个准备 有个准备 面对那件事 很开心的 本来 你是渴望的 不过很多人 没有想过这件事 像结婚 如果你结婚 就知道 很想结婚 结婚之后 一起住的时候 有一起住的问题 经常见不到面 很想住在一起 到你真的住在一起 原来也有些问题 很想上楼 上楼之后 原来有上楼之后的问题 都要供屋 所以 电 很多东西 都要处理 有小孩 有小孩 很想有小孩 真的有试过人 叫我去祈祷 说要有小孩 等等 有了之后 原来发觉 七乘二十四 不能脱身 是吧 多少 半天生日哭 你都要起床 照顾他 那些 有小孩 我有几个浸神的徒师 退休之后 之后没多久 是病的 猜不到 大家有没有想过 要准备一些改变 那些改变甚至是 你是渴望的 不是你不渴望的 你渴望的 都要有个准备 很多基督徒 为了一些事情 祈祷几十年都可以 但是 有几多基督徒 一直 祈祷那一刻的时候 是准备得到那一刻是怎样的 就像刚才说的那样东西就够了 你说要 结婚 有没有准备结婚之后是怎样的生活 究竟是怎样 才使得婚姻是成功的 现在摩西就教他们 入到加南地 你们很想入 但是入到加南地 不一定是成功的 入到加南地 都有他的挑战 结婚也好 要小孩也好 甚至有些人 祈祷要入大学 要入班一 或者是最好的大学 入到了之后 有没有真的 一路祈祷一路准备得到那样东西 是怎样的 生命记 你可以说 就是叫他们停一停 想一想 你快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你要做什么 你是要想想 然后如果你看十九到四十六节 我们不会读的 因为有很多 经文 你一路纳一眼就知道了 说回之前的东西 我知道大家可能说 是啦 摩西长期 露人家 有很多东西 又说你以前怎样怎样的东西 是呀 他就是说了什么 为什么呢 又不是要来挖苦他们 不是说你以前坏了 麻烦你们 又不要做些东西 实际不是 为什么 摩西都要离开了 他们怎样做 对来说都不会影响到 为什么要跟他们说 因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准备 未来的准备 就是要看看过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准备 不是想想想将来要做什么 要想想过去是不是做错的事 过去做错的事 如果不改 面对到将来的刻 同一个问题 都会出现 一个人未结婚 如果他是一个自私的人 结婚之后 他不改 他都会是一个自私人 是不是 一个人是懒的 他去到好学校之后 他都会是懒的 所以 要面对将来 实在要看看过去 甚至看看过去是不是做错的事 因为如果不做这件事 就永远都错 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个个都做错的事 我们有我们的挣扎 甚至有些事 我们后悔的 不过 我们做错的事 不等于是我们 我们不是我们做错的事 我们的挣扎不是我们 我们才是我们 的意思是什么 那样东西不是我 实际上我可以放下 我可以改过之后 那个问题就不是我 那个挣扎就不是我 最重要就是 你要先处理它 如果你不处理它 你面对那样东西 你不处理了 你放一遍 然后你 离开 那样东西 真的成为了我们 永远我们去到哪里 都跟着我们一起去 明白吗 所以摩西这里 虽然你说是一场戏 他真的很长戏 19到46节 讲了很多很多 无限运动 讲他们过去 做错什么 等等 但是有个原因 有个原因 有时 我们都未必肯 和别人说 我们的错处 大家有问吗 小时候我也不是很肯 有些人说祈祷 为祖先祈祷 你有听过吗 祖先祖祈祷那些 因为不是 他们的责罚 降临于你 头一次我听到的时候 我说 那不就糟了 我爸爸 每次都跟我说他的威士 什么时候跟我说 他的失败 我有多少事 跟我儿子说 其实我现在就多说 因为今时今日 你知道的 要做朋友 也要说一下 我的失败 不过问题 我们不是我们的失败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是我们的争扎 不过 我们不是我们失败 这件事 是见机的一件事 就是你把它处理了 放下 如果不是 他永远跟着你 我们的怨弱 我们的恐惧 很多东西 继续都会跟着我们 所以摩西现在在 你说去长期也好 你说狠心也好 怎么也好 他立刻就要跟他们 处理了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 摩西就离去 即是说现在去面对的将来 有什么问题 没得问摩西 那怎么办 是吧 在生命记里面 有两样东西 处理这个问题 一个 明天我们会讲很多 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也会讲一些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不知道 不懂 那怎么办 没有摩西 但是 你有神的话语 那样东西 另外那样东西 就是先知 会不会一个神人 一个圣人 跟我们讲一下 所以 另外一样东西 现在我要讲 就是关于 假先知 真的 和假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实际上这本书 两次出现了 在第十三章一到五节 我们读一读第十三章一到五节 第十三章一到五节 好 这次到第兄 不如这样吧 一到三第兄 四五姊妹 一到三第兄 一二起 对 你明文中间 若有先知 或是做梦的 你明文中间 若有先知 或是做梦的 若有先知 或是做梦的 其事 据理说 我们虚拥 从你 苏罗所不见识的 别人 是梦他 那所见的 神 即其事 最初有 应见 你也不可听 那先知 或是 那做梦 千人的 话 因为 这是耶稣 我说 你门的 神 是 愿 你门 要知道 你门是 尽心 尽 尽 我耶和华 你门的 神的不是 你们要信 从耶和华 你门的 神 敬畏他 仁守他的 戒命 敬从他的 华 侍奉他 尊靠他 那先知 或是 那做梦的 既用言语 伴依 雅令 你门出 埃及地 救赎你 绝离 慧荣 之家的 耶和华 你门的 神 要勾引你 离开 耶和华 你神所 吩咐 你行的道 另外那个就是 我祈祷 神跟我说 就是这么说 两样东西都有 现在我们处理一下 那个人的部分 那怎么好呢 有时我们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应该说 就是两极的 一 你一觉得是先知 就什么都听 就是神人 你知道吗 或者甚至不用神人 神学院教授 神学院教授 都够了 都够神性 所以有时我跟我的学生说 你究竟是寻求权威 还是寻求知识 如果昨天寻求权威 如果昨天寻求权威 权威 在这里 我跟你说什么 你就听 我说什么就是对的 那你就听完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寻求知识 那你就 权威就不在人那里了 明白吗 有时我们就觉得 一极就是觉得 那个人我尊重 他是一个好人 很虔诚的人 是代表神 所以是对的 另外那种 对什么跟人有关系 是很质疑的 谁跟你说他是 代表神 或者是先知 我们都不听 实在在圣经里面 两个都是错的 有一次我有一个学生 十几年前 那个就比较灵恩一些 他就跟他说 跟我说一次 来到我的办公室 跟我说神 叫他做一样东西 因为他在教会那里 就有一个先知 他的先知 就跟他说 他要做一样东西 老实说我问他 那就是先知问他 叫你做什么 他说不能说的 嘻嘻嘻 我想这个女孩跟我说 不能说的嘻嘻嘻 叫你嫁去哪里 但不管了 那个问题是什么 他说我很害怕的 我听到之后我很害怕 我说为什么你这么害怕 他说之前 那人跟我说 我会来神学院的 那时候我都没想过来神学院 现在我就来了神学院 所以这个真的是 先知来的 他跟我说 既然他是先知 他说给你听的东西 你为什么害怕呢 代表神 既然他又不说我听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他说那我应该怎样 我问他 我应该怎样说你听 你又不说我听是什么 对吧 因为我们怕神 真是神 然后神真是叫你做一样东西 你是不想做的 那你才害怕 如果你是 决定了 真是从神而来的 就算是怎样 你都会做的 你就不用害怕了 这是第一件事 我们要想 对吧 但是这个 现在这个 就有点像 刚才我说的 案子 这个生命记那个 因为他说 他说有一样东西 已经是应验了 那个 明白吗 所以 你就觉得 应该信他那个过来 不过 如果他教你一样东西 是违反了神的怀疑 或者教我们离开神 这样 他就不是代表神了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 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是一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要查 就是神的怀疑 那个先知 就算是多靈也好 对吧 他是不是跟神有关系的东西 没有 那就怎样了 好了 那么 当时我讲到这里 有些人就问 如果跟 圣经没有什么关系 那又怎样了 他叫我们 不如我们敬拜王大仙 大家都应该知道 坐在这里 那个先知多多也好 现在无端的叫你 敬拜王大仙 你就说你邪灵 对吧 如果不是 如果他说 我们应该抗堂 那些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 OK 那些跟圣经没有什么关系 那他是不是先知 那又怎样好呢 我觉得都是一样 如果你跟生命记 第一样东西要查 都是圣经 就是 违反圣经的原真没有 有些东西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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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整班 整间教会 是一个人也好 整间教会也是好 应该做的事 就是好好的去祈祷 我知道有些人说 我们整班人祈祷 或者我祈祷 那个先知跟我说 要去非洲 宣教 我又不喜欢 然后我祈祷 其来其去都没有那个感动 那又怎样好呢 我说如果你没有那个感动 你就不要做 那我错了怎样好 那如果你会错的 你根本没有感动的 根本你就不会去 就是 完成了神那个使命 你没有感动 他有个感动 对不对 应该去去吧 不是你去吧 还有就是说 你没有感动 如果是神真的跟你说话 你都没有感动的 根本你的属灵的状态 是不是 是做不到那样东西 教会也是 整班教会一起 祈祷 你们都没有 都听不到神的话语 如果是这样 那是很大事的 你知道吗 那你们根本整班教会 就不应该做那件事 因为你们的属灵 那个状态 是做不到神要你做的事 就算你去做 也有很多事发生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这样 你说 不是 旧约里面很多时候 都是先知一个人 耶利米先知 就是先知 其他人不是先知 那些人都没有听到 对 因为旧约不是每个人有 圣灵 新约每个人都有圣灵 你没有圣灵 你听不到神的话语 就不奇怪 你个人都有圣灵 都听不到神的话语 那算了 那就是你们根本的状态 是做不到神想你做的事 所以今天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先知 就算一个人 代表神 跟我们说什么话 也好 一我们不需要害怕 二实在我们要做的准备是什么 你知道吗 心就像这里说 神的话语我就会听 如果是从神以来我会听 最得限到你的心里有个平安 然后你好好地寻求 神的心意 如果是一个人 你自己寻求 如果是整个教会 一班人寻求 这就是其中一件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 在第十八章 实在是十五到二十二节 有很多 不过我会告诉你 我们读第十四节 一起读 十四节 一二起 因你所有要讲述的大声谱文 报警顺本事的 不合占卜的 至于你 要我爱你 从来得他的借用行 这里是不是 先知假先知 新先知 和占卜是有关系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这样拉在一起 因为 那时候是这样 今天也是这样 今天我们 这个是真事 我第一次去神学院 就是新加坡神学院 by the way 我不是香港人 我是马来西亚 是华侨 如果你不知道 说一说你就知道 开始说多少吵 你就知道 新加坡神学院 有一天 有一次 有一个 都是女子 她来到神学院 跟神学院 我说 我想申请读神学 那么 多数你去神学院 你今天去浸神 她都是这样问的 问问你的蒙兆夫兆 等等 你想侍奉 为什么呢 你猜她说什么 她说我走到一个 十字路口 然后我祈祷 神 求你带领我 下一步 应该走哪里 然后她觉得 那些风 在吹我们那边 她就跟着 风 走到我们那边 就是这样 你猜不到 真的有这些人 今天也有这些人 明白吗 明白吗 我问你 我不知道 我自己觉得 这种和 这里说的什么 占卜 有什么分别 有时我们说 这些人 迷信 是吗 那些什么 堪虞学家 风水佬 这些 我们就是华人 但是我们 基督教会不会有一个 基督教的版本呢 就是我们的版本 实在都是那些 会不会是呢 这里就是说 这个问题不是 神的华语的部分 是不关神的华语的部分 就是 现在我想做个决定 我呢 就要对 我怎么知道对 有时就 超越了神的华语的部分 对吗 怎么好呢 就变得 就古怪了 就是 我试过说过一次 给大家思想一下 神是奇妙 不过有时我们就变成了奇怪 我们的信仰不是奇妙的 原来是奇怪的 是吧 奇奇怪的 感觉 是不是这样才是真实的 那 你说 但是我们真的要有时要面对 这些什么 这不只是 以色列 以色列有时找个先知 也是这些 就是打仗 然后不知道要不要打仗 他找个先知出来问 是不是 很多皇帝都这样做 当然 也有很多 就是 他们违反了神的华语 然后先知出来 斥责他们 那些就是另外 不过我们也要面对 好了 现在我给你一个版本 我觉得是很生命记 所谓 这本书的神学 会 支持 如何去寻求神的旨意 因为今天我们实在都要寻求神的旨意 如果是 很明显在圣经里面说的 那就是 但是如果不是 转功 是不是 如果你是那个 移民呢 今天 是不是 有很多事情我们要想的 那一刻的时候你就很想找个先知出来 明白吗 好 除了真的找个先知出来 可以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问一下 什么叫做神的智 因为很多人说 我们想寻求神的智 我不知道神就是神的智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神的智 好了 然后多数在神学界有三种 一 神的主权 什么叫神的主权 神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个计划 从亚当到启示录 主在来 神有一个计划 明白吗 到时到后 主耶稣基督出现了 到时到后 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出现那些东西 这个就是很广阔的 整个世界 所有人类都在这个 旨意里面 我们都是 因为神的主权 第二个 神的旨意 实在就是说神的华语 就是对与错 伦理道德 神的旨意 跟随神的旨意 就是跟随神的华语 就是不要犯罪 就是神的旨意 明天我们会说很多 不过我们会说一点 第三种 就是 我们觉得神对我们很私人的旨意 即是说 刚才说了 如果我 有得拣选两个工作 或者甚至你转不转工 现在做得不是很开心 不知道能不能转工 除了找个先知出来 之外 你可以怎么做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明白吗 这个就是 但当时有人说神的旨意 实在是说第三种 我不是很知道神的旨意 要想到要祈祷 希望有神的华语出现 或者是神派的人 来跟我们说些东西 或者有些东西出现 使得我们知道是这样 不是那样 那些实在是第三样 对 我们就说一下 在这第三样 很多人的思想就是这样想的 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就是一点 的概念 什么叫一点的概念 即使说 就有Plan A 如果你做不到这个Plan A 就变成Plan B 再错失就变成Plan C 玩手就变成Plan D 没有人想Plan D 个个都想Plan A 所以不要紧张 因为原来 如果你转不转功 神的旨意 你转功 如果你说不转 你转就变成Plan C 如果你说 有可能 究竟是 跟这个拍拖 跟那个拍拖 如果你拍拖错了 就变成是 错了字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实在这个 是有一个问题出现的 你知道吗 尤其是有些人说 婚礼的时候 有时候都说 你另外一半 对吗 如果这么说 我们每个都半个人 我们是不完全的人 找另外一半 不完全的人 使我们变成完全的人 这个你想真一点 在神学上 是很大问题的 不过我们很喜欢说 这就是这样说 OK的 但是如果你真是这样想 我找另外一半 就因为如果那一半是适合我的 我就变成了完全 明白吗 如果那半 原来就不适合我的 那我就不完全 那个感觉出现了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 神是做两个完全的人 不是两个不完全的人 不过我们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做工也是这样 很多这些思想 就是说你要对 你不想去错 那你就要对 不过这个所谓 一点 是对这个思想 是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 你看看圣经里 圣经里也不是这样 有多少个人 是神 有一个计划 神呼召耶利米 神呼召耶利米 做先知 有N那么多人 不是先知 那那些人又怎样 我跟我的学生说 你有没有想象 亚国旗都说 主啊我应该做什么 我这一世人 究竟是什么业务 你有没有想过 他敢祈祷 那你说没有 为什么 因为多数那些人 你爸爸做什么 你就跟着做什么 对不对 不是 所以很多东西 是 怎么说 你在那个情况里面 很自然 你就做到那样东西 如果你有些东西 你读书是比较好 你就会 做那样东西 或者你是某些东西 是 有的因次 你就会跟着做那些东西 好吗 你想想 这个一点的理论 没有谁可以做到的 看你觉得那一点 是去到什么程度 多数人就是大事 就是 嫁娶 买屋 究竟买屋还是不买屋 现在入市好 还是不入市好 那些大事 多数我们想过 一点是在这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将这件事 伸展到我们平常 你今天刚才吃饭 究竟吃 就是 油鸡饭还是薄餅 你都要骑下肚子才能做到的 你想想 你能不能做到 实际没有人能做到的 怎么知道 有时 还有一个不好的处 出现 有时我的学生都是 你说我骑下肚子 神跟我说要这样做 你说神跟我说要这样做 我还说什么 就是大了 多数学生跟我说 我说 不用了 为你祈祷 因为你祈祷 你说神跟我说 那就是不用谈 那跟我谈你干什么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要有些谈的 就不是神跟你说 你要想 如果神真的跟你说一件事 你不用跟我说 你去做就行了 对吧 是的 有一个学者叫Friesen 他用了一个比喻 我觉得挺特别的 我觉得也挺帮助我们思考这件事 他怎么做呢 他说 很多人知道这些讨论 就好像在这些人里 你还记得 他们不可以吃什么 什么 分辨是恶的树不能吃 苹果树不能吃 可以吃 可以 很多人以为那个是苹果树 橙呢 他就弄了一个故事 很有趣的 他说 他就说 有一天 夏娃走到你 阿当那里 你不要忘记 阿当做先 夏娃是做 迟些做的 所以 技术的 阿当是老一点 Smart一点 夏娃就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回家 老公 我问他 这次他就回家 老公 今晚吃癫又怎样 阿当说 有什么 总之哪里找你吃就行 不行 我们要 寻求神的心意 我要想想今晚 吃哪棵树 他说 他吵了大论之后 阿当没有去化 他说 你快点去跟神说 问一问 阿当就走去 问神 神说什么 神说 阿当 这个果园哪棵树你都吃得 不过除了善恶 果子你不能吃 都可以 然后阿当就走回去 跟夏娃说 我问了神 神说 除了善恶果子的事 吃不得之外 其他都可以 夏娃问他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吃不吃得苹果树 那沙律 到底是怎么做 行不行 我直想没有答案 你跟我说了之后 好像没有说 你拜托去问多一次 实在 阿当就不想问 不过 夏娃又吵了一段 之后无法直接游走去问 接着神如何 又再重复刚才那句话 接着阿当回来 又跟夏娃说 神又是这样说 那夏娃又跟他说 那就是不是个答案 最后又如何 阿当说 老婆 阿亨 既然神这么说 不如我们相信他 即是说 就这三样 我们就吃这三样 那夏娃怎样 夏娃就是整三样给他吃 你知道Frizen想说什么 Frizen想说 我们很多时候 将他调转 即是神的旨意 就只是 A 实在就是调转的 是不可以做那样的 才不可以做 其他的是有得选 是调转的 即使说 即是我们今天 你想想 你们可能有些人都过了这个阶段 不过如果有人问你 即是说 我 娶这个好 还是娶那个好 或者嫁这个嫁那个好 实在圣经真的没有说 你知道吗 不过圣经有说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要做个好丈夫 我们要做个好妻子 反而是有说的 你明白吗 分别 不是娶谁嫁谁 原来 是你娶了那个 或者嫁了那个的时候 你做一个好丈夫 或者好妻子才是重要 那样东西是 反过来想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很 注重那些 不应该注重的东西 但反而有时候 就不注重那些 实在圣经是 注重的东西 是吗 现在 你说做工也是 即是我A公司做 还是B公司做 实在圣经也没有说 一定要是A还是B 除非你说我想 偏门或者 做一些 违法或者犯罪的东西 明显不行 不过如果不是 其实圣经没有说 一定要是这个或者那个 不过你 进了公司里面 你做一个怎样的员工 我可以跟你说 圣经是有说的 圣经是新药也很有说的 圣经旧药也很有说的 所以反而就是 尋求神的心意 原来神的心意 不是那么合宅 神的心意 不是一点 如果真的要说 是一个圆圈 比较对 圆圈不是一点 那一点是代表了犯罪 或者是犯法 其他的选择 原来是有得选的 原来 好了 那 都讲一句 如果那些事和 对 犯罪不犯罪 对错没什么关系 那又怎样 我们读一段经文 罗马书14章第5节 去到新药 罗马书14章第5节 那么短我们一起读 一二起 有人看这日比辣日强 有人看这日吐氏一样 只知各人心里要意见辨定 即是什么 你要自己决定 是吧 我们很害怕这件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怕选错 就是我 常常要问 谁是对 谁是错 谁是错 因为我们很害怕 要负责任 In case 我们做错 所以保罗 当时跟他说 那些要说是否吃 即是敬拜偶像 那些 保罗的答案都是同一样 是什么 你要决定就是 要不要让人跌倒 如果你让人跌倒 你就不要吃 如果大家都觉得可以 你就吃 因为对我们说是一个神 看到吗 保罗的答案 神比较像生命纪的答案 就不是那么神怪 好了 那么 神的主权又怎样 神不是有主权在我们生命的吗 如果我们做一个决定 我们会否违反了神 在我们生命的主权 那样东西 明白吗 有些人都害怕这件事 我现在决定了一件事 原来神在我生命 不是那决定的 那怎么办 他就害怕 记住这件事 多数人这样想 那一刻的时候 实在 你想真一点 我们说神的主权 现在不是神在你旁边 跟你说 都说了 如果神在你旁边 跟你说 要这样 很明显就是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怎么决定 神的主权 实在很多时候 是在说那个环境 是怎样 什么叫环境 实在在圣经里面 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 重建圣殿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他重建圣殿 那些人就告上波斯政府 然后停了他们 一停停18年 对吗 这个环境不让他们做 那就是神的主意 有时我们也是这样想 这个就是神的主意 我告诉你 环境不是代表神的主意 环境是代表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要做一个什么的决定 我可以证明给你们 用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突然发觉 这个火警 开始烧 大家是不是因为有这个环境 决定 我们是应该 留在这里 烧死 没有 我相信也没有谁 为什么 这个不是环境吗 这个不是神的决定吗 刚好我们就都坐在这里 就坐在这里 然后现在就是火烧屋 不是神决定了我们应该在这里死吗 但是没有人这样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潜意识知道 这个是一个环境 不是等于神的主意 那个环境 是使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做一个对的决定 那个不代表了神的话语 不是代表了神的主意 所以你不要想着 那个环境可能是逆境 但是逆境不是等于神 叫你不要做一样 但是顺境也不是等于神 要你做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用环境 来做最重要的决定性 这个是错的 好了 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practice一刻 那是怎么做的呢 那就试一下 重整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 一个决定 除了问先知 或者好像刚才说的 所谓占卜 之外 或者基督教的占卜 之外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 根生命记 你第一样东西要查的 是圣经的 究竟有这样东西 有没有哪一部分 是涉及到 违反了神的话语 那样东西 这是第一样你要查 而且要查得很清楚的东西 因为如果真是犯罪的 或者是 违反了神的话语 这样东西 就是错了 假设我们是熟读圣经的 所以我跟你说 犹太人是不是 是很奇怪 他们 觉得读圣经 如果要选读圣经 和祈祷 大家觉得 你会选哪样东西 他们会选读圣经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有个原因 他说祈祷 就是你想神帮你做些东西 读圣经 就是你想跟从神 谁更重要的 是我们跟从神 比我们想神帮我们做什么 所以如果他们要选 他们就读圣经 就不祈祷 当然他们两样都做 就是这样 圣经的东西很重要 这里也要说一点点 有一种的读经 就变为了刚才我们说的占卜 怎么样 今天有一个人读摩西 不是 阿巴拉罕 阿巴拉罕 神叫他在哈兰 去到加南地 有一天 一个人 开本圣经 在读圣经 读到那段经文 然后他就说 神想呼召他 从香港去哪里 有没有听过这些 有的 我听过好几次 你读了个经文 经文跟你说 阿巴拉罕 就是神呼召去加南地 你觉得神跟我说 我现在要去 所谓的加南地 你就想想加南地在哪里 大家怎么想 可能我已经 我刚才怎样 设计这个问题 你都可能知道的答案 如果你问神透过圣经跟我说 我一定不敢说 神可以透过圣经跟我说话 为什么不行 神可以透过我现在跟你说话 神可以透过诗歌跟你说话 或者神透过你 暴风雨跟你说话 神真伟大 那些都可以 为什么不行 所以神可以透过什么 跟你说话 谁敢说话 但是 你怎么说 这个不是变成了一个诗经的原则 明白吗 这个是神跟你 直接跟你说话 不过 是用着圣经的意思 不是一定要圣经的 可以一篇道的 可以一首歌的 可以大自然的 明白吗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诗经的 这个是纯粹你和神的关系 你觉得 去透过经文跟你说话 第二件事就是 你说刚才说的那个 环境是没什么关系 不是完全的 神开路 神阻碍了路 这件事都是 所以很多时候我跟那些青年人都说 DSE 炒了 神阻碍了 那条路 要是你自己 铃铛 怎么也好 总之就是那条路铃铛了 那你便求神 帮你开别的路 就是 这个环境 都是真是一个 明显的东西 对吗 就是环境 不是 一时环境是我们自己 是怎样的 像我那样 我永远都没想过 想打篮球 做篮球高手 没有了 傻了吗 什么时候都不到我 NBA 所以 有些事我们出现了 我们是这样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环境 都是一个神 带领我们 是吧 所以我不敢说 不过我们要小心一点 有时我们环境 就变了好像 试探神 我们多数想的那样东西是什么 基颠与羊毛那个 是吧 看看祈祷一祈祷 究竟有没有 湿不湿的那些东西 我跟你说 基颠与羊毛不是因为基颠想尋求神的话语 心意 为什么呢 因为神之前已经跟他说了 所以去到基羊毛那部分 他不是在尋求神的心意 你说他做什么 他怕死 是想打仗 所以他基本上想拉布 说了几样东西 看看迟些出去 行不行 基本上是想做那样东西 所以神都跟他说了 清清楚了神要他做什么 所以 实在有时我觉得那些人 跟我说 基颠与羊毛是同一个原因 这头就好像 尋求神的心意 实在那头 就怕怕的 不想做 就是真 是吧 好了 神的我们内心圣灵的带领 我觉得 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祈祷 我们有圣灵 在圣经里面 反而你没有听到这样东西 就是旧约 我们今天看的生命记 是没有这样东西 为什么呢 他们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圣灵的 有圣灵的那个就是神的仆人 但是新约我们每个都有神的圣灵 我们有圣灵 所以我们也要想想圣灵的带领 不过这件事因为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 我们也要小心 这个也可以变得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基督教的占卜 因为古古怪怪的 这只骑徒 然后你觉得 很有平安 所以这件事是对的 有没有试过 我跟你说 我做很多青年工作 现在少了 其实没有了 我开始的时候 比较年轻 所以我做很多青年工作 我发觉很多时候 那些人 分手是最平安的 是真的 有好几个跟我说 就是跟女朋友想分手 然后很大挣扎 然后就走去 不知哪个草地哪里 祈祷 到之后发觉 一想说 决定了分手 他马上有平安 他觉得神大令他分手 回来跟我说的时候 我说 神大不大令也好 你也是分手好一点 就是你这么有平安 来分手 那你就分手了 算了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有平安 未必是圣灵带领 为什么 会有平安 你想想 如果他想到 他一个 应该都很虔诚的人 寻求神的心意 但是这么大挣扎 即使他之前 又吵架又行 决定了分手 那一刻 那时候这些东西就没有了 当然是平安 你做了决定 还有 整天 你有挣扎 就是当你未决定 你一决定了 怎么也会有些平安 yes or no 你都平安 如果你 真的决定了一件事 你怎么也会 心理上 你都会有些 平安 所以我觉得 不是圣灵的 带领 不过 怎么也好 既然他这么有平安 应该都 分手 就是这样 不是一个 跟你说 几个 不少 所以这件事 就是神的 圣灵的平安 我们都要小心一点 有很多理由 为什么你有那个平安 尋求 别人的意见 在圣经里面 就是旧约里面 叫做守望者 你不要以为守望者 一定是罪 我们用这个守望者 当我们说我们守望你 如果你犯罪 或者你做错了 我跟你说 但是 守望者 亦都是一个人 可以 你决定不了的事情 都跟他谈 所以我发觉我都挺 遇到一件事 就不是跟别人说 你应该做什么 不过就是 别人跟你谈的时候 你要跟他谈 你就跟他谈 为什么 因为跟刚才的说法 就是你要做对的事情 是不是神的指引 第一是不是神的华语 还有这件事 做这个决定是好还是不好 不是每件事是对与错 是究竟好还是不好 明白吗 但是 那个在掙扎的人 未必有那个 怎么说呢 那个冷静去 看到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要 第二个人跟你说 就是因为你需要 一个比较冷静的人 看你那件事 如果那个人 比较 熟灵一点 他真是 爱你的 是关心你的 他可能看到一些 你看不到的 有时候 说一声就说 是呀 这样的感觉 是有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 还有 决定好的决定 有时候 你有些知识 你才知道 或者经验 你才做到 对的决定 明白吗 好像很简单的 你说 换 换 工厂 这样说 OK 我转工 可能你想转工 那个人就是知道 就是有经验的人 可以跟你说一些 而你是自己不知道的 也有的 所以都说了 为什么你要 跟一个 比较冷静一点 你信任的人谈 就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自己想 就是我们的意愿 算不算的 算的 有两极 这里也是 有些人 就是觉得 总之 什么 我喜欢的都是错的 有些人这么说 有些人就不理 我喜欢的东西就对了 两极都是错的 我真的有一个神学生进来神学院 就是因为他不想做神学生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神的智 你猜都猜不到 他祈祷的时候 他实际上很大的挣扎 他同时说 我不想做 我不想 读神学 我不想侍奉主 他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觉得这个一定是神的智 因为 他那个不想就是罪 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真的 这个神学有点问题 这个问题也不是 神学 你怎么读圣经 你觉得神 每次想要的东西就是你最不喜欢的东西 那就是神的智 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是神学的问题 不过 多数人 潜意识 实在 选择那个你觉得 会让你开心的 实际上 我问你 你不用跟我说 你自己想想 为什么你这么紧张 要寻求神的心意 因为你想做得对 做得对 就 开心 你去到新的工厂 你去到新的工作 就会升职 跟那些人很开心 而你怕错了 去到那里就很不开心 然后又被人解僱 对吗 为什么这么紧张 就是嫁这个人嫁那个人 或者娶那个人 因为你觉得如果你选对了 你就会开开心心 Happily ever after 你选错了 两下手脚就分手 跟着离婚的收场 对吗 那你想想 原因我们这么想 寻求神的心意 实在是因为 我们想 寻求快乐 不是寻求神的心意 如果是这样 你要小心 因为 潜意识 你就会 选一个 你可能 当时 觉得 会让你开心的 就当成为神的 智义 不是一定是神的智义 你说 那有什么问题 我对你讲有什么问题 因为有时 做神的心意 遵守神的心意 反而使我们 没有那么开心 主耶稣 就是因为 跟从神的心意 所以上在十字架 你有没有看过 跟他在 Gathamany 中文 下西马尼 祈祷 跟神说什么 如果是可以的 你要把杯子 挪开 你以为 耶稣他很想 上十字架 来来来 什么时候 扔吧 是不是的 我跟你说 是不想上的 不过 遵守神的话语 所以要去 世世代代 很多人 因为遵守神的话语 连命都没有 所以你不要以为 遵守神的话语 一定使得你开心 有时遵守神的话语 就是不开心的 那个选择 你说 不要说到生的死 OK 说都没有 我问你 如果今天 有一个人的太太病了 我问你 离开去 就可能开心一点 长期病患者 你日日要照顾 是不是没有那么开心 谁对 谁的决定是对的决定 大家知道 所以你不要以为 开心的决定是对的决定 开心的决定 未必是对的 实际 可能是错的 好了 Anyway 如果没有这些 你当然 选择一个 喜欢的 有时我的学生 跟我说 我有两间教会 不知道哪间教会好 我说你去到那里 那时 你跟那些人 哪些 你觉得 可以夹得一点 这么说 你说能夹着这间 那就是这间 就这么简单 你说 就这样 那你想怎样 不如再骑下肚子 然后你再去多一次 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 你真是要选择一间 你最不喜欢的那间 就觉得 这是很大的训练 那你要去吗 还有一个 是common sense 中文怎么说 是common sense 常识 常理常识 common sense 本来是很正确的 周围我们做事都是common sense 你现在 你走去 白街 或者 惠康 是不是 33元 一样东西 你去另外一个 去32元 甚至是30元 那你买哪个 如果是一样东西 当然说30元 是不是 没理由你多给3元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去到基督教 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有时候这些common sense 就丢了出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有些人觉得 common sense 就是你没有信心 是的 common sense 就是没有信心 这个是很要命的 为什么common sense 是没有信心 神给我们common sense 难道神给了我们common sense 当然叫我们不要用 那他给我们做什么 我问你 神给我们的手 然后说 你没有用右手 你用左手 如果你是左腰 你是用右手 是吗 common sense 是你的右手 如果你右腰 左腰 你就用 是不是 实际我们 很多次是这样 基督教的好处 是什么 使我们 肯去想一些 超越我们自己 会平常想的东西 不好处 就是有时候 我们就过那些 才是对的 就是平常是这样 实际不是 平常真的是平常的东西 平常的东西 就是你去白街 看看多少钱 和多少钱 那些就是平常的东西 好了 那最后 那有没有 超自然的大令 在圣经里面 生命的有 有真才知 刚才我们说 假才知 中间劫至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还有 有些东西 就和神的话语 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说了 刚才那些大量 你不要忘记 还有一样东西 还有什么 神的大能 神的旨意 是吧 他用一个超自然的方法 来带领我们 是有一样东西 不过你记住 圣经也说了 不是所有的灵 都是从神以来的 我们要 就是 铐辩 哪些是从神以来的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 我们叫做 Decernment 这个我们要 什么 和灵界有关系的 我们都应该小心 我试过有一个学生 去那些灵修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灵修营 他叫你一路读圣经 然后祈祷 如果你读到 关于主耶稣基督在 山里讲话 那你就想想耶稣站在那里 然后你就在那里 然后耶稣走过来 跟你聊天那些 有没有去过这种形 他就走去这种形 第一天他也觉得挺好的 很特别 他就读一段经文 耶稣在那个叫什么 加利利海 海边 他就想想他自己是其中一个人 像你那样坐在那里 耶稣在那里 然后耶稣走过去 跟他讲话 谁知道 第二天那时候 他一下就想 这个不是耶稣来的 那是谁 他就很害怕 然后他就很害怕 然后他问那个 大令那个 然后那个人就说 这是你的心魔来的 我还害怕 我说你害怕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有心魔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 有犯罪 有阴暗面 阴暗面就有心魔 那么你 你这么害怕 不过他也很害怕 所以我想跟你说 有时我们就很想 追求属灵的东西 对 不过你不要忘记 这里也要小心 跟灵界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是要小心的 就是这样 好 这两个就是 讲到这里 就是我们自己 在这个面对一个将来 现在没有了摩西 没有了云权 没有了火柱 你不可以说 主要我有什么 然后又找一个人出来 跟你说 应该是怎么样 或者去哪里 那时候怎么好呢 那摩西跟他说 就曾经话语 另外一件事 就要与那些 所谓的神人 或者是先知 或者是占卜那些东西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 就是关于刚才那样 你面对一个未来 你要做一个决定 而没有摩西在那 那怎么办 现在我要 用少少时间 来说另外一些 跟别人有关系的 23章19到20节 新明记 23章19到20节 好 那我们都是 一起读 一二起 你借格的帝兄的 法师善财 法师能识 无论什么 可生的敌物 都不可取离 借格外国人 可以取离 只是借格的帝兄 不可取离 这样要话 你神 也在你所去 得他意义 其上 我们手里所犯的一切 事上 似不如你 不可取离 有些人就觉得 所以 现在借贷 我们的银行 是错的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 想过这些 我再说 某个时期 某些基督徒 是这样的 就是回教徒 也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 借钱 是没有利息的 不是的 首先 当时 当时以色列 古代的时候 那些人的利息 你猜多少 33% 到50% 基本上 你 永不超生 不过这个是借钱 如果你借的 谷是100% 你借那么多谷 你是要 给回双倍 所以很多人 就因为这样 所以最后 就要卖身 真的 卖劳墓 甚至你看圣经里 卖女 卖的儿子 卖自己 卖得的东西就去卖 来还债 所以这个 借利 跟我们今天说的借利 有少少不同 虽然现在那些都很厉害 不过 怎么也不会厉害 当时那些 不过最重要的 有一个犹太人 我觉得好的 他说 这里不是说生意 这里是说帮助别人 的分别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说去银行借钱那些是生意 他不是你的朋友 帮助穷人 就不可以跟他们说 你帮助穷人 你要去利息 那你就不是帮助他 这里实在是说的 是帮助别人 是 那好吧 即使说实在 我们应该帮助别人 这里说到钱 如果你问我 应用是什么 在教会里面应用是什么 原来教会 应用 帮助别人 涉及到 甚至是钱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跟你说 初期教会实在也有这个问题 初期教会 在保罗也有说过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 那些人走来走去 周围去那些 即是以前没有神学院的 总之有一个人来说 我是传福音 然后收钱 今天也有的 那些人上网 或者什么 raise fund 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实在他们很严厌 即是谁去教会那里 一开口说要钱 他们就查那个人 保罗那些他们认识 那当然没问题 即是不认识的人 他就不认识 所以 不只是好心就行 即是你说 我根据经文 我做好事 是吧 我帮穷人 我帮别人 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 social worker 来我教会 给个talk 正正就是说 怎样帮助别人 我觉得 他的实践智慧 就很棒 我和你分享 他说什么 他说几样东西 他说一 如果要借钱 借给你认识的人 你说不认识的人 你也会借的吗 我跟你说 真的有试过 我讲完道 有人 问我帮助 我是不会帮助的 所以你也不用问我 那个人觉得 你应该是最好的人 你是港道的人 之后就跟我聊聊 要借钱 是你自己 怎么说 做得到的才帮 他没有帮到你自己做不到的 你也要去帮 那就是错的 你有责任你自己的家人 你有责任你自己身边的人 那些是你最重要的 问你那个人 只是外面的人 知道你的钱是要你做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你医头借给你那头 真的是吸毒 这个就是 接着到下面那个 有时候不用付钱 他说 他说饿 那你就请他吃饭 你不用付钱 如果真的不太知道 他就说你找牧者 就是教会 教会的 context 这个一直以来 我都很听他说 因为都说了 我会去很多不同的教会 讲道 多数 谁问我有什么问题 我就将他 提到那些牧者 就是那间教会的牧者 也有一个好的原因 因为我不是牧者 我不应该牧养他 所以我都会提到 那就是这样 好 永远没有变成 哪个人 那个经济的 支柱 是吗 你要教他 如何自己去 赚钱 你不是付钱 所以这个 不只是好心就行 现在你说我跟圣经 我帮助别人 我甚至借钱 不拿回利息 等等 不只是好心就行 还要有个智慧 智慧怎么去做出来 好了 今天最后我要读多一段经文 挺有趣的 23章的24、25节 23章的24、25节 一起读 好吗 一、二、三 一、二、三 你尽要用石的葡萄与 可以随意 搞练葡萄 只使不可葬在庆明中 你尽要用石的葡萄与 可以用手杂水智 只使不可用原土葡萄与 借什么 对了 你不要又吃又拿 你饿你就吃这么多就算了 但是原则是什么 你可以说贪 不过不只是贪 不要说贪贪是你的好意 对吧 那个人肯帮你 你就不要滥用他的好心 他的意思是这样 一两变 一方面就是那些人肯不肯帮 另外就是帮个人应该怎样 这个不只是在生命记 生命记有很多是智慧文学的东西 你去到这个 针研 都有 都是这一类的教导 都是有的 所以今天晚上就先谈到这里 讲到这里 记着我们的主题就是 现在面对是一个新的环境 你没有一个摩西跟你说话 有些不安的 因为有些是会变的 我们怎样去而活呢 今天是讲我们做决定的那些东西 我们跟别人 就少少了 明天我们讲十届 十届都有很多是我们跟别人的东西 OK 先这样 就种了 因为这家人的生活 我们就想看到了 你很久吗 我们的主题就是